今天的主题是 国代世华也加入高丽火除的战局了吗 青年就厉害 紫账户火除1.5% 嗨 我是宝可梦 欢迎回到宝可梦卡好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是 高丽火除的数位账户 但是你一定会觉得非常的奇怪 因为我们讲了好几集的内容 但是从来没有听过这家银行 这家银行就是 Title讲到的国泰世华 它的Coco账户 其实你看它的优惠规则里面 没有写到高丽火除 从来都没有 它只有0.03% 但是它后来好像发现 它如果不做一点改变 好像有点难以 就是成为老二哥的这个位置 我们之前有讲过 这个Richard好像是270万的用户 那大户好像是100多万 那中间第二名的国泰世华 大概是多少 150 160吧 对 所以这个数字呢 其实马上就要被这个大户给超越 所以我相信他们开始有点紧张 所以他们可能也会去检讨说 他们的权益到底 是不是应该要做加码 他发现其实市场上 大家最喜欢的就是高丽火除 所以他现在也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推出高丽火除的优惠活动 但是呢 这个优惠活动是不是有什么现金 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一下 那他把这个活动取名叫做 青年旧利亥 这个亥的话是HIGH 就是那个高丽的意思吧 纸账户火存1.5% 但是呢 我稍微看了一下之后 我发觉 如果你的年纪是在大于25岁以上 其实我的受众好像都是25到35吧 所以你们大概都不符合规则了 不过如果你有弟弟妹妹 或者是还在念书的大学生 有在听我的节目的 那这个就适合你了 因为他的规则就是 20到25岁的年轻人 能够使用这个活动 然后可以拿到1.5%高丽 但是呢 这个1.5%高丽也只能够让你存5万 就没有很多这样子 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讲解一下这个内容 有兴趣听一听 他的时间呢 是2021年的12月1号到隔年的2月28号 所以就是12月1月份2月份 总共是三个月 也是走一季的短天期活动 他的年纪限制是 需要在1995年12月1号 到2002年的2月27号 就是这一段时间里面出生的人 你的身份证上面的生日 要在这个区间里面 你才能够申请 才能够享有这个高丽获处 那他这个子账户的意思是说 你的coco账户呢 其实可以开好几个子账户 然后呢 你开了这个子账户也符合这个年纪需求 你就可以拿到1.5%的高丽 也别忘了在你的子账户里面 存最高5万元 那他的计息方式呢 非常的简单 就是5000块以上计算利息 5000块以内部计算利息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common 然后呢 最高就是5万块钱 超过的部分就变成是原始利率 他的原始利率刚刚讲的就是0.03 好 那他这次的加码是加码1.47 所以加起来刚好是1.5嘛 好 那超过的部分的话 也只有0.03% 然后就蛮低的 他什么时候才会给利息呢 好 给利息的部分我稍微看一下 他没有针对这个高利活储数位账户 做了一个账户上的变通 一般推高利活储的银行都会 大概是一个月给一次利息 但他没有 他一样是6月20号跟12月20号给利息 所以你从12月开始存的话呢 12月1号到12月19号会有一波利息 那12月20号到隔年2月28号的利息 会在隔年的6月20号 汇到你的账户里面 你就会觉得哇 怎么那么这么的不友善啊 如果你早点给我利息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早点就是再多生一些利息 就是产生一些复利的效果吗 没有 他就是6月20号跟12月20号给你一次 这就让我联想到当初第一银行推 ILEO数位账户的时候 他给的这个利息也是半年给一次 然后大家都等超久的 这后来他们从善如流 就是他们把他们给利息的区间改成 每个月给一次 每个月给一次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比较符合大家想要的东西啊 没有叫你每日给息啊 但是我们叫你每个月给一次利息 可以吧 可以啊 大户也是啊 然后新光OU也是啊 现在连LINEBANK也可以做到 那为什么国泰数管做不到呢 他很明显就是不想要经营这一块嘛 但是呢 他又想要做出市场上的区隔 所以他不要让每一个人都开纸账户来存钱 他只要求20到25岁的这个年轻族群来用 好 所以他明显的做了一个区隔 尤其是跟大户啦 大户他设想的这个使用受众叫做亨利族 好 亨利族的话呢 就是基本上钱都自己花 好 享受是自己享受的 好 所以这种人的话呢 大概是25岁到35岁左右的受众比较多 然后也有一定的薪水收入 好 大概年收有40 50到70不等 那你有比较多的闲钱可以买基金 可以做投资 好 或者是买这个国外证券的部分 好 所以这个大户他们自己对于自己客户的这个描述跟轮廓 其实是掌握得非常精准的 那国泰世华的话呢 看了这几年 我个人觉得他想要瞄准的应该是 从学生时期就有在关注他们商品的这些受众 好 然后先从他们耕耘 那等到他出社会之后呢 他们预计设想 他会继续使用他们的产品 但是你想想看哦 水往低处流 人往高处爬 有高的利率你为什么不用呢 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很多人因此就会转移阵地 好 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尤其是像 我们前一阵子讲到这个Richard数位账户 已经成立四年 有270万的旧卡有了 但他明年的权益一样 就是全部打成旧户 只有一% 那我最近又看到有一些部落客 或者是有一些网红 在网络上面去分享这个资讯的时候 感觉起来 他不是站在我们广大的受众 我们这些消费者的立场 而是有点站在资方的立场 在银行那边讲说 其实他这样子已经很不容易了 那大家还是可以支持一下 赶快来存钱 赶快放一下美金吧 反正现在也很便宜 我就想说这讲什么屁话 对不对 那你是收人家的钱 所以讲这种话吗 而是应该要 比较中立的立场 就是他的东西不好了 但是呢 你没有想说要为大家 就是发生出一口气 反而是站在资方的立场讲话 那这样子我就觉得 感觉上有点可惜了 毕竟你不是一个 真的是为大家着想的人 反正也没有人讲说 波罗克是要为大家着想 反正就是出来赚钱嘛 就这样嘛 所以也不要再多讲什么了 就是大家自己看着办 每一个人都会写不同的文章 但是你可以自己去找出 哪一个人的文章 或者哪一个人的立场 是比较中立的 比较适合你的 那Richard的部分 我就实话实说 两%很好 新户赶快办 但是一%很烂 大家可以逃 我就是这样子讲了 那将来大户 或者是比如说OU变差了 我也一样会这样讲 对不对 所以我们回到现实面 这个东西如果不好 你就不要用 这个东西如果好 你有能力 你就把我绑在 他的金融生态圈里面 你就让我就是抽不开身 那这样最厉害 但是如果你让我有能力 可以选择的话 我一定二话不说 就跑到更好的地方去 所以这个是很明显 也是人之常情的事情 所以那些逆流而上 在违背常理 在讲话 这个你们就自己要注意了 因为这就是所谓的 行销话术 他们会带风向 但是呢 你到底是聪明的人 还是一个笨蛋的人呢 就看你们自己的选择 这是非常明确的 那回到这个 国泰适华的 这个Coco数位账户 也是一样 他主打的是年轻族群 那我们不是年轻族群的人呢 我们就看看过了就好 但是呢 你还是有一些 可以选择的余地啦 比如说 我们前阵子分享过的 这个Banky Banky的话呢 你现在只要开户 次月直接存五万块钱 可以连续存六个月 半年总计拿到 六百五十元的利息 这个可不可以做 这是可以的 但是超过半年之后呢 你可能就要把钱移开了 因为你可能就没有 那么高的 二点六%的利息了 所以这个是 要跟你讲清楚的 但是如果你 还没有Banky数位账户 那你刚好又有一笔 闲钱五万块钱 你可以放这边 因为2.6%还是比 这个他们的 账户的1.5% 再多了1.1 也是多蛮多的 那第二个是LineBank LineBank讲到快烂掉了 本团现在旧团 已经超过五百一十了 非常多 就是过了一个月左右 真的有五百人上车 我就觉得 果然大家之前都在等 去年四月底的时候 我就已经有分享过了 但是呢 其实我那时候 应该是多说批评了 所以觉得 还是没有到那么好 但是如果你要上车 你可以上车 反正他也没NGN活动 那他现在NGN活动之后呢 我采取的是 百分之一百 全额回馈 他给我两百 我就给你两百 那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就愿意上车 等于是你新户 可以拿到最高五百 或者是你选择五千块抽奖 哇抽中的话 就是翻十倍 这也是蛮有吸引力的 所以我的玩法 就是变得比较有趣 因为如果有一百个人 选择五千块 那我可以赚多少 因为就一个人两百 这样就是两万块钱 但两万块钱 我只要拿五千块 出来做活动就好了 设下的一万五 就是我的收入 其实你也可以 用这种方式去想 但是如果你是 选两百计分的 你在年底 或者是明年 你就可以选择两百块礼券 我就兑换给你 那对于 就是我来讲的话 我就是没有赚投 所以我做了一个 抽奖的活动 我就回本一下 所以对我来讲 这个活动 其实不会完全亏本 只是赚的比较少 可能少蛮多的 因为大家就想想看 如果你是我的话 然后你已经就五百个人 五百个人 撤里两百是多少 十万块钱 十万 真的很夸张 你不会觉得很爽吗 就是随便一个月的活动 你就赚十万 但对于我来讲 不是这样子的 我是想说 我帮他们退一下 那这个钱都回馈给大家 你只要按照我的规则来 你就把钱拿走就好了 那银行将来 有没有可能找我合作 不知道 但是如果有的话 我就可以赚后来的那一块 所以这是我的如意算盘 但是这件事情 我的做法 其实不会危害到大家的权益 因为每个人 都可以从里面去拿到好康 对不对 那银行也可以拿到一些推广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 我至少是我自己想出来 不错的好处 所以Line Bank 你现在如果要开户的话 到明年的三月三十一号之前 你都可以放五万块钱 可以赚2.2%的高利活储 那一个月可以赚多少 平均一天是三块钱的利息 所以一个月大概是多赚九十三块的利息 你的五万块如果放在 其他有的美的地方 可能你的利率都很低 但是放在Line Bank 可倒是还不错 反正明年三月三十一号之后 没有其他的活动 你就把它解开 把它转到其他地方去用 也不会怎么样 所以对于我来讲 银行就是捧了银子到你的面前 你不拿吗 我当然觉得要拿 而且就是连续存五个月 从今年十月二十一号 存到明年的三月三十一号 那时候有算过 大概是四百八十多块的利息 接近是五百块 我个人就觉得蛮好的 所以我也赶快第一时间去存了这样子 那第三个是星光OU数位账户 星光OU最高可以拿到1.85%的利息 也是比我们coco的紫账户1.5% 再多了一点点 多了0.35 那可以存多少呢 可以存最高20万 这个20万的数字 其实有一点点麻烦 我们在好几集的节目 都有跟大家重复的叙述过了 就是他要绑上这个电子支付 然后呢把钱就是吸出去 每个月平均吸二十万出去 那么你下一个月 你在帐上的钱呢 就可以向那个额度的高利获出 有点复杂 但是如果你愿意花一点时间去做的话呢 大概二十万放一个月 可以赚三百三的利息 我个人也觉得蛮好的 因为三百三也是蛮高的啊 这个是不错的 如果你有闲钱 你有闲情意志 你就可以解这个任务 那我们现在刚好有一个活动 就是将来会跟大家介绍 就是他在十二月份的时候 做了所谓的揪团加码 他加码就是就一个人上车 给两百块现金 那对于我来讲 当然就是要赶快回馈给大家 所以呢 你跟团上车 你可以拿到官方给你的 一百五十元开户礼 那如果你有他的星光 还与现金回馈预计卡 就是你是新户 你也顺便办这张卡片 你可以再拿八十八块刷卡机 所以加起来是两百三十八 那本团呢 再加码你两百 所以加起来就是四百三十八的回馈 这个就蛮多的 所以这个是存钱 然后开户都有好康 这个是再跟大家做一个资讯的整理 那第四个 就是永丰大户数位账户 它在2022年的权益 其实现在不能讲 但是基本上没有多少的改变 如果你有很多钱 五十万都放在里面的话 其实基本上不会受到影响 那你一样可以放一点一% 可以放五十万 那五十万一点一% 一个月大概多少利息 大概是四百出头的利息 所以这个也是 那个每个月玩这个存钱 抽抽乐 大家把利息回报的时候 我看到的数字 好多人都是回报四百四百四百 就代表大家身上都有很多的五十万 很有钱 那没有关系 有钱呢 就是想办法把它存在各个不同的户头 赚取高利 那你有再更多的闲钱 你想要投资市场也可以 就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去做投资 降低自己的风险就可以 所以今天这集节目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 国泰斯华 COCO数位账户 推出来的子账户 青年就厉害活动 1.5% 有没有什么陷阱 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基本上你不符合它的年龄限制 你就拿不到回馈 那你拿不到要怎么办呢 我也分享了几个 不错的高利活储数位账户 提供你参考 第一个Bankkey 2.6% 第二个Linebank 2.2% 第三个星光OU 然后1.85% 第四个大户1.1% 所以这些存好存满的话 你大概100万就过去了 所以身上有100万的 这一集很重要 但是身上如果没有100万的 那应该还是学生吧 那就是先想办法 先开个COCO数位账户 然后就存个5万块钱 赚个简单的便当钱 183块的利息 我觉得也不错 你三个月如果放好放满 你可以拿到183块的利息 提供给大家参考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